第18階SFL超級籃球聯賽 台皮交手蒲園 一邊是兵強馬壯的衛冕冠軍 另外一邊則是短兵缺將 洋將Jordan Torber還掛傷號 以全本土陣容應戰 這怎麼看台皮都是占盡優勢 沒想到橘色大軍開局很猛啊 尤其兩名菜鳥江廣千還有李冠廷 兩人都展現出身之毒不畏虎的氣勢 不僅可以巧妙走位開後門得分 三分線外開火也是沒有問題 兩人首階合力攻下16分 幫助蒲園取得24比21的領先 只不過到了第二節 綠山軍就開始發威啦 技外才從蒲園轉戰台皮的李其偉 對付勞動家當然得心應手 三分重炮帶動球隊 打出一波10比2的攻勢 一口氣逆轉戰局 而且接下來台皮還提高防守強度 讓蒲園單節發生六次失誤就算了 投籃更是有如籃框加蓋 單前命中率僅有慘淡的23% 也讓台皮半場打完是取得了39比30的領先 一連再戰後蒲園試圖反擊 老將林金榜用中距離跳投帶動團隊士氣 無奈台皮總是能夠再擴大領先優勢 羊將GID米勒此戰上場不到20分鐘 毫不探攻融入團隊 交出6分8籃板5助攻的全能數據 而本土好手也夠爭氣 蔡鳥陳玉翰攻下全隊最高12分 李奇偉和呂希敏也各自有10分進場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馬共狀元相隔了真正兩年 再度有單場雙位數得分的演出 而且領先的台皮不僅沒有鬆懈 甚至比對手還要拚 王浩吉精彩的Hustle Play讓黃聰翰有了籃下 輕鬆得分的好機會 雙方氣勢一消一掌 比賽就此沒有懸念 中場比數77比64 台皮漂亮搶下連勝 我來提示新聞綜合報導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